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分为民主党派历史陈列大楼与特园两个部分 展示中国党政思想的精神 楼高四层的大楼 系统性地展示中国的民主党派历史 包括图片、文物史料等珍贵资料与实体物品 让参观的民众能了解中国政党的发展历史过程 钱山是中国民主同盟元老的公馆 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共与政党活动的重要聚会场所 在这座建筑中讨论出许多影响日后历史的举议 就连毛泽东也曾多次参与在特园中召开的会议 可见特园在中共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